香港民主抗争从街头乱局变成了校园 守卫战暴力指数不断的升级 到访我国的香港理大学生会外务秘书李考轩就认为 政府无意解决风波 只会让抗争运动持续不止 不排除未来抗争会演变成地下化 突袭警方 至于后天上演的区域会选举 对他来说也是一场体现民意的形势 对化解僵局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港府一天不回应诉求 示威运动都不会停歇 这是香港人近半年来坚守的立场和原则 香港理大学生会代表李考轩 今天接受我国电视媒体联访时强调 能够浇灭这场不断延烧的街头抗争烈火 平息民冤的只有特区政府 如果哪天政府拿出合理而全面的解决方案 港民愿意接受 或许就能为风波画上据点 但事实上 示威者的抗争运动暴力日趋升级 或许在外人眼里那是无底线的抗争 甚至有国际单位改变立场 谴责暴力无度 但在香港人的立场上 示威者从来没有放弃和平 理性非暴力的诉求方式 无奈的是一次次的失望 让示威者放下争取诉求的步调 拿起尖锐的武器 和理飞 和理枪 和理拖 我说这些活动都显示到香港人 其实是一直不会放弃 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但是为什么 归因究底 为什么香港人会转向 慢慢趋向暴力呢 是因为他们发现 李考宣补充 示威者和警方是武力不对等的两派阵营 就算示威者拥有汽油弹和弓箭等 杀伤力稍大的武器 但和港警背后的军火库相比 示威者手上的工具 是否真的足以构成性命威胁 是个问号 犹如困兽斗般的抗中局势 一再让示威者认清 温和理性争取诉求 甚至守候阵地都不会奏效 接下来的抗争之路何去何从 李考宣就认为 和平勇武并存是这场运动不变的模式 但不排除勇武派会演变成地下抗争 顽强对抗 现在你所见到的勇武抗争 是在街上光明正大和警察打 但是转向地下化 就是说出其不意的特责 真是真正的be water 所以会不会转向这种方法 我们暂时现在都不知道 至于即将在星期日登场的区议会选举 能否如期举行 又是否会左右当前胶着的局势 李考宣不以为然 认为区议会选举只不过是体现民意 不能化解问题的根源 更别说平息反修例风波 无可否认 比起四年前 我们足够18岁的市民大幅增加了很多 所以通过一个投票 是可以体现到这个民意的基础转变 但是你说政府如果取消了我们 有什么办法可以整理它回来呢 其实没有的 其实没有的 可能会有继续的抗争活动 但是我不认为区议会存不存在 会对于抗争运动 继不继续有任何影响 不过让他们振奋的好消息 是美国参众两院压倒性票数 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虽然还无法预知会带来 什么样的具体效果 但至少成功争取国际支持 李考宣坦言 作为学生 他们仍为言轻 无法寻求实际的国际资源 向政府施压 但他们希望自身经历 可以作为世界的借鉴 民主抗争生生不息 八度空间陈欣怡 雪兰儿巴达林在也报道